这只黄狗每天都会独自旅行 五年来在欧亚大陆之间往返 期间换成三种交通工具 共计跨越五万多公里 然而却从来没人知道 它究竟要去往何方 黄斗的名字叫做伯吉 生活在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 五年来每天早上九点 它都会随人流准时出现在地铁站 像普通乘客那样在黄线外等待列车 上车后伯吉担心挡到路人行走 总是选择站在车厢正中间 有时实在站累了 才会蜷缩着趴在地上 因为起得实在太早 狗子很快就困得呼呼大睡 等到地铁晃晃悠悠驶过29站以后 它才伴随着到站提示起身拉伸筋骨 跟在行人身后下车向出口走去 路上不时有人伸手撸一把狗头和它打招呼 狗狗就也摇摇尾巴表示回应 然而到达出口的狗子并没有着急离开 反而站在墙边一动不动 目光在下车的人群中搜寻着 像是在找什么人 似乎是没能找到自己要等的人 伯吉最终垂着尾巴离开了车站 乘电梯继续前往下一个地点 在进入电梯时 他为了避免吓到小朋友 选择站在不起眼的角落里 等来到地面后步行着去坐公交 他每天上车时间都很固定 通常会选择前后没人的座位乖乖趴好 而附近熟视的邻居们也大多愿意迁就 替伯吉保留下他的专属座位 一路上狗狗除了用心观察上下车的乘客 还时不时扭过头看看窗外 那是一片海 却牵动了他的某些回忆 这趟公交车的终点站是港口 距离最近一般轮渡发船只剩几分钟了 只见搏击加快速度 迈着小碎步成为了最后一位幸运乘客 在他心里好像有一个时刻表 必须分毫不差才能到达目的地 在轮渡上这段时间 狗狗总要先绕着船边的所有座位走上一整圈 查看每一位乘客的样子 再去甲板四处张望寻找 最后才回到船舱坐下 三十分钟过去 轮渡停靠在了一座度假小岛 随后搏击便在岛上找了出安静地方趴下 静静地看着过往人群 因为搞不明白小狗到底为什么要这样 有些好奇的人就打听起了关于搏击的消息 结果意外从度假村工作人员那里得知 这条狗是来寻找主人的 原来搏击的主人在五年前就已经离世了 也是从那以后 狗子就开始了这段循环往复的旅程 曾经主人在世时 总会在周末和狗狗一起坐着地铁 乘上公交和渡轮 来到三十公里外的海岛上度假 所以当他思念主人时 就会踏上脑海里和主人一起走过的路 在路上他一次次驻足寻找 希望能在旅途中重新见到主人的身影 小狗不明白什么是死亡 他只以为自己是和主人走散了 只要他还走在这条路上 总有一天主人会回到自己身边 会抚摸着他的头带他回家 在那之前他将一直流浪在这条旅途上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狗狗在这里生活与其说是流浪 不如说土耳其到处都是他的家 因为政府会出资照顾流浪猫狗 街上随处都是猫窝狗窝和投食店 流浪动物都会被捕捉绝育 做好免疫后再放归 所以搏击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政府将他带到宠物医疗中心 给他安排上全套洗护 还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查 好在结果显示搏击很健康 这之后人们又为他带上定位项圈 这样就可以随时确定搏击的位置 保障他的狗身安全 而狗子在医院也并不怕生 光是狗粮就能吃下满满一盆 医生还准备开着小汽车 带搏击出去兜风 第一次坐上副驾的狗狗 看起来有些局促 左边看看右边瞧瞧 随着汽车发动 他也紧张地咽了一下口水 不过等到兜风结束回到医院时 狗子就已经舒适地躺在了座椅上 甚至一脸无辜地看向医生 像是一问这车怎么才跑一圈就停下了 主治医生只好摸着小狗的脑袋 告诉搏击复查的时候再带你玩 随后准备牵着绳子带他下车 可狗狗却不满地蹩过了头 胳膊也压在绳子上不肯松开 任凭医生怎么拉扯也不动一下 摆明了是要赖在车上不想下来 看着搏击在大家的关爱下 渐渐变得会有小脾气 神情也越来越轻松 医生们都为他感到开心 第二天有当地富豪主动找上医院 想收养他 但人们并不想勉强狗狗 在失去主人后 接受新家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最后经过慎重考虑 医生们还是将搏击重新放归 搏击的故事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人们遇见了就要亲切与他拍照合影 不少人专门来到当地寻找这只旅行狗狗 加入搏击的旅行之路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只为了再次见到主人 而一直在独自旅行的狗狗 终于还是再次踏上了旅程 不过这一次 小家伙拥有了人们对他的爱作为陪伴 希望搏击能早日走出失去主人的阴影 重新快乐而又幸福地度过每一天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帮我点赞投币转发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投币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